老婆 我今天很开心 为什么呢 我刚才去巴萨的时候 那个卖鸡的婆婆知道我们家多了一个宝宝 她就送了我一块很大块的浆 你赚到 还有那个卖鱼的更好笑 她知道我是买这条鱼 来给我老婆作业的 她特别选了一个很新鲜的深海鱼 还说什么有Omega 3 那个卖菜的也是 特别精挑细选的新鲜的蔬菜给我 老公 你挑东西的眼光也是不错的 那就证明我眼光独到挑到一个好老婆 我现在是在讲挑东西 你说挑老婆啊 有没有搞错 好了 对不起 马上来介绍我们下一道菜 羊肉炖汤 看看这个材料 这材料就包括有羊肉排骨 蛋龟 龙眼干 黑豆跟红枣的 一听到这些材料就觉得很滋补 生了宝宝之后就应该要进补的 老公 这道汤难做吗 其实这道汤不难做 很容易 很容易的 是啊 那我们先把这锅里头的水 先给煮滚 因为等一下要用来烫这个羊肉排骨的 为什么用来烫这个羊肉 羊肉有羊烧味 烫了之后就不会那么重的味道了 那好 先来看看怎么处理这些材料 首先我们买这个羊肉 一买回来之后 清洗干净 这样这些肥肉全部都给去掉它 去掉它之后 我们要砍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就好像这样子 看到了 好 黑豆我懂 黑豆买回来之后就要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就要浸泡一个小时 厉害 厉害 接着下来来看看这个药材 这药材就有这个红枣 当归跟龙眼干 我们要清洗干净 尤其是这个红枣一定要去喝 好了 水滚了吗 好 水已经滚了 我们就把这个羊肉排骨放进去汆烫一下 小小羊儿跟着妈 不要怕 不要怕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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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们全部都吃掉了 你很坏 好了 这样子烫一下 超完烫一下 看到吗 那些 血腥 水都变混浊了 对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羊肉给捞起来 要过清水 来 来 我帮你 过清水 过清水一下 好 锅清水的时候 顺便用手 这样抓抓一下 好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些药材 都放进这个炖中里头 龙眼干 红枣 当归 跟黑豆 黑豆 接着下来呢 就将这个羊肉排骨也放进去 对啊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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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要放 好 再倒入适量的水 水一定要盖过材料 嗯 够了 再加盖 加盖 炖中里头也要放水 好的 我来 好的 我来 好 再把它放进去 嗯 要炖多久呢 要炖两个小时哦 好 两个小时 好了 时间到 耶 来 来 来 小心烫啊 嗯 哇 哇 超烦烦的羊肉烫出来了 很补哦 嗯 老公 你来倒 好 我来 好 这道就是羊肉炖汤 一起来重温这道爱心食谱 好 是